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女人能坚持多久 我见过最长的一对已经坚持15年了 男的结完婚就继续在外面工作 结婚前女方就知道 男人是需要长期在外地工作的 而且有时候一年两年可能回不来一次 但是两人感情也挺好的 男的天天跟老婆打电话 两人早些时候呢就是打电话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什么语音啊视频啊 两人就经常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有时候一聊会聊人几个小时 后来有了孩子过后 女的就很累也很委屈 然后就经常发脾气吵架也拉黑过对方 男的都会赖着性子哄 还会寄礼物道歉 后来他们就互相约定说 以后再怎么吵架都不允许拉黑对方 后来有了视频电话 他们俩就几乎每次都会开着视频 这样彼此都能看到对方 虽然摸不到 但是都能知道对方今天过得怎么样 什么样表情什么样动作 孩子怎么样了吃了什么 就是彼此在对方的生活里 都有一种存在感 男的每次回来过后 也都会很积极地融入家庭生活 回家呢 男的也会带东西 无论带什么 女的都会很开心 女的说啊 有一次她老公啊 带了几条咸鱼回来 公公不过都咸鱼 就说买这个干嘛 北方人不知道这咸鱼是干嘛的 就说她老公不会买东西 可她第二天就在网上 学了一道咸鱼鞋子宝 做给一家人吃 她老公说 哎呀好好吃啊 这真的是我见过的 少有的感情这么融洽的异地夫妻 她们俩虽然在异地 但是一直都互相配合 深度地去参与对方的生活 距离虽然遥远 但是她们会用各种方式 在缩短这个距离 虽然我们相隔万里 但是我们的心没有距离 我觉得这就是爱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她们都做得很好 就她们能够克制自己 当然我知道可能很多人都嫌麻烦 不肯这样不肯那样 最后其实你会发现 难受压抑的就会是你 真正的爱 是不会让你觉得麻烦 不会让你觉得累 因为你在听到对方 看到对方那一刻 你就会觉得 一切都值得